可能在之前我跟冯导演一块合作的时候 我就听冯导演说 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好 我是在执行 接受 那么这一次合作呢 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的是 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试着跟他商量 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的这种 就是说他给予我的一种方式也行 我提的建议让他去选择 我只是说给他一个多一个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想的方式 问问可不可以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之间一个心的 因为我们呢 经常就是说 做这个工作呀 很少是想到开心或者不开心 就是工作职业的东西 就是感情的这种东西 已经不在首位了 情绪的东西已经不在首位了 高兴和不高兴是情绪的东西 他不在首位 关键是工作本身了 那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块工作 我尽量让他在我的这个工作上去操心 少一些 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把就是说 因为如果我要把这个砝码都加给他 他就更累一些 我给他减一点呢 让他少担点心呢 那他就会省一点力气 我只是想这样 我就是觉得像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他们两个 我觉得很可爱 尤其是那个女孩子嘛 男孩子啊 就是懂事晚一些 蒙蒙懂懂的 但是女孩子呢 她的那个情感特别丰富 而且她的内线也很满 所以有一点的时候 她就 她就是控制不住的那个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 而且孩子演戏都很真挚 这个其实对我们大人是 是是有很大的考验的 我觉得她 很像一个职业演员 很职业 我演的这个人物叫李元妮 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 一个龙凤胎的妈妈 拍这个戏 我有很多对人生的感悟 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想我都揉在这个戏里头 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时候 她不会太大的声音去嚷嚷 我要救谁 反正都是像耳语一样的去说 因为她没有办法 但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唐山的这些群众演员 因为他们不是职业的 他们到这里来演群众 都是穿的很少 所以那么多人 有的时候可能是 也过不过来 但是他们特别特别好 就这个 这个唐山的这个群众 是我拍了将近二十年戏 头一次遇到这么好的群众演员 一声都不肯 而且特别的投入 都不肯定是在这种群众演员 这种群众演员